这里是2018武林龙中队年终总决赛 金腰带之夜 欢迎各位 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一场女子银亮级的金腰带超级战的比赛 场上裁判员格雷格武林龙中队龙中开战 各位带战继继继继继继续 如果想起来 回来的途方 这位是判员 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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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中国顶级无限制格斗黄金联赛 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 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有幕听 为您带来这一场年终总决赛 以及金腰带之夜的比赛 我是评论员雨晨 在我身边的是特级评论员 郑文琪老师 欢迎 也好 蓝色拳套的是巴西选手卡洛琳 他面对的是武林龙中队 银亮级的女子的冠军 颜奇慧 是的 而他也是我们这个级别的金腰带的拥有者 所以这是场三回合 每回合五分钟的超级战 颜奇慧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在我们武林龙中队当中 拳台上表现相当凶悍 有着惊人的天赋和惊人的力量 是的 而且据说他有着更为惊人的训练量 所以他有今天这样的成绩 也是毋庸置疑的 今天再次遇到了比自己更高 毕竟更长的选手 相信颜奇慧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没错 卡洛琳身高是比颜奇慧高了10公分 毕竟是长出来了17公分 嗯 上来再找自己的进攻距离 上来这个卡洛琳进攻不多 没错 而卡洛琳这边之前拿到过巴西Fight Night的金腰带 而且是在巴西NCE冠军赛的冠军 从这个身材上来看 卡洛琳快头也不小 没错 别看比对手高了那么10公分 但是这个粗壮程度感觉和颜奇慧比的话 除了在上肢的维度上差一些 下肢实际上差不多 这一上来双方打的都比较的谨慎 颜奇慧一直都是这样 就是非常的小心谨慎的一位选手 而且最擅长打的就是迎击和防守反击 这边往前要压 双方互相轮摆 估计拼拳的话 说不定是会露死谁手 没错 而其实因为身高跟臂展都有劣势 所以颜奇慧更多要做的是在 打赢机的过程当中 先做好防守 然后找准对手的空档 做出自己的有效打击 续望了一样 但是都被卡罗琳给躲开了 是的 第一回合打到现在 卡罗琳是一个步伐非常灵动的选手 是 对 在场上自己的位置跟距离上控制的都不错 所以颜奇慧上顶给连击 基本上尤其是他后手的重击啊 都被卡罗琳挡掉了 嗯 低扫 继续往里压 对 连续的左右都没有打中 上部这个抢攻还是蛮猛的 没错 卡罗琳现在步伐控制的很好 一直保持在对手的攻击范围之外 没错 而颜奇慧一上来之后 尤其是对身后的距离控制的不错 就是自己撤的步子 至少有三步的距离 没有被对手 也就是颜奇慧给顶死到龙网边 不然的话 那样对他来说其实很危险 但是颜奇慧还是在找空档 颜奇慧还是在找空档 给个正灯 颜奇慧上来了 对卡罗琳就是这样 就是往后退的这几步很快 对卡罗琳就是这样 就是往后退的这几步很快 对卡罗琳目前看起来呢 就全速不快 没错 但是颜奇慧这边呢 重击 关键是打不着啊 一直被对手挡在外面 没错 就是有点给进攻 但是打不进去的意思 是 对 可能算一括 还是在找机会 上面包 slides 接下来 我直接要到地面 这后 徐庄仲 那个电动舞台是唱得有点远 没错 即便有这样的把位 没有锁死 对 好的 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这回合对于整体比赛 尤其是在节奏上 卡洛琳控制的还是非常的好的 对对于袁启会来说 局面上他一直在往前 压进要进攻 局面上还是有些优势 但是双方都没有实质性的 好的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因为第一回合双方几乎都没有进地面 所以这回合对袁启会来说 如果可以的话 看看能不能进进地面 我们看袁启会这边 在尝试腿法来跟对手控制一下距离之后 再自己压进去 到拳的距离 没错 卡洛琳这边倒还是延续了第一回合的风格 稳扎稳打 也没有想要主动进入到地面的意思 因为作为巴西来的选手来讲 尤其是这种柔术系的 因为在地面的技术都应该不错 所以我们也都挺期待的 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这样的势头出现 这种柔术系的项目 但是我都会说 我跟你说 来说 是的 背后没有空间了 没错 要往另外一边摔 好的 到地面 这是双方在第二回合早早地进到地面 在地面上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 对 进入到地面之后 不知道盐启会能不能有更多的机会 给出有效的打击 因为如果在这样的位置 他压制住对手之后 然后如果能够摁住对手起身的话 还是有很好的打击空间的 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多的起身的空间 没错 对手控制了他这个后脑勺的位置 卡洛林也很聪明 死死地孤注了盐启会的进步 对 还是要抽手 手和头一直抽不出来 没错 对手死死地控制住 嗯 对他腿上去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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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还是要鼓励主动进攻的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缠斗都是无效进攻的话 高嫂 在近距离当中这个高嫂非常的隐蔽 没错 果然啊我们说颜启会啊 就是对于卡洛林来讲 在战力过程当中千万不能有失误 任何一点的失误都会成为他 对于本场比赛最终决定性的胜负的关键 对刚才是率先卡洛林连续要拳法迎上去进攻 被对手挡开之后啊就直接遭遇了这个高嫂 这个高嫂呢是舔腿的高嫂啊 从下往上起的话非常隐蔽 没错 好的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进行至第二局三分十一秒时 红方TKO对手 比赛结果红方胜 祝贺颜启会获得了这场金腰带超级战的胜利 下面为您奉上的是一场雨量级超级战的比赛 陪迹 打 赚 比赛 掌 对手 打 打 门 打 这是中国顶级无限制格斗黄金联赛 武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 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有播听 为您带来年终总决赛和 金腰带之夜的实况 我是评论员雨晨 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 郑文琪老师 欢迎 大家好 蓝色拳套的是俄罗斯選手 艾尔曼 红色拳套的是中国老将姚洪刚 是的 已经38岁了 没错 比对手足足大出来了 16岁 然后刚才一家有三兄弟 他和他的最小的弟弟姚智奎 两人是选手 没错 而杨洪刚老师也是从 中国式摔跤来转型到 MMA的比赛当中的 转身后登 MMA的比赛 直接要摔 尝一下 杨洪刚是练中国式摔跤出身 没错 那么摔跤呢 有点像柔倒 是 也有点像摔跤 是摔倒到地面之后呢 是马上起身 就不会继续在地面进行对抗 其实杨老师之前在摔跤比赛当中啊 就有着非常娇人的战绩 47胜8负啊 而且师从中国教大师李宝如先生 也曾经获得过多个冠军 但是在MMA界 的确也拿到了不俗的战绩 所以说这个跨界和转型是非常成功的 是的 滴嫂 这个是勾对手腿窝的一个滴嫂 没错 没错 把对手给扫倒了 嗯 估计艾尔曼也惊出一身冷汗 嗯 给高扫 飞西 好的 两个人在龙王边顶住 紧地面 好的 这边是主动舍身之后啊 把对手给压到了下位 嗯 杨洪在比赛当中不多见 没错 带入之后一个反景转身 这边把腿撤出来 是的 抬腿 小心不可以抓龙王 嗯 在抢腋下 拿住腋下把对手往上拉 想要去把对手推开 是的 但是我们看阿尔曼这边压的还是比较牢固的 没错 压得很死 嗯 继续抱着亚洪刚 杨洪刚想办法 撤出来 撤出来了 好的 嗯 其实可能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应该都是对 杨洪刚老师的体能比较担心啊 嗯 毕竟已经38岁的老将了 对 第二棒 这边 继续抱摔 连续的抱摔呢 这个更年轻的阿尔曼用自己的这个年轻的体能 去消耗亚洪刚这边 是的 现在摔倒之后呢 能够立马起身 对 要把另外一条腿给跨出来 没错 抽出来一条腿了 顶着对手头部 没有击打的机会 对 好像并没有想要去击打 还是想要抽身 其实刚才的那个位置已经一只手摁住对手了 这边 有做断头台的可能吗 手没有勾住 没勾住 回来这边 对 把这只手抽出来 有击打的机会 对 对手抱着腿 如果腿能握出来可以拿背 对 在这个位置击打之后 翻转了这边要做十字度了 好 已经压住对手了 但是 白果来了 拍了 拍了 我们看到是这个阿尔曼 连续几次抱摔之后呢 没把对手累死 反而把自己给累死了 没错 最后一次抱摔不成之后呢 被对手非常轻松的连续几次过腿 最后到了十字顾的位置 对 然后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姚老师可能会去拿个背 给个裸脚 结果 是主动把对手给翻了过来 然后上身拿到了一个十字顾的把位 我们看还是保刀不老啊 恭喜姚洪刚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对的 恭喜 对的 恭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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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轻量级的金腰带争夺战 依然会打满五局每局五分钟 场上裁判员格雷格 武林龙中队龙中开战 OK gentlemen 我们已经通过了 你必须要保护自己的事情 你必须保护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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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可以帮我们再来 打满五局四分钟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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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武林龙中队年终胜典 金腰带之夜的比赛现场 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有幕厅 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 我是评论员雨晨 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琪老师 欢迎 大家好 蓝色拳套的是马里奥 红色拳套的是荣主 双方是这个级别 积分最高的两位选手 没错 榜单分别排名一二位 因为原本这个金腰带的拥有者吴辰杰 是因伤不能比赛 所以让出了这条腰带 没错 而对于70公斤级来讲 在轻量级这个级别也是好手众多 活手 有个前手 双方互相论摆 是的 刚才这个荣主的低头摇臂还是不错 没错 但是要小心 又是后手大摆 这边直接要抱 是的 到了地面可能马里奥更危险 超级马里奥真的不是盖的 所以现在用个弓步来做防御 而马里奥菲利普这边之前有23战19胜4负的恐怖获胜率 这边是抢了对手腋下 是的 让对手抱起自己 好的 这个防摔做得很好 先去慢慢的消耗一下对手 是的 这边去把对手头慢慢的往地上推 马里奥这边起身了 可以稍微缓和一下 是的 这是一场五回合的比赛 每局五分钟 所以对于荣柱来讲 前两回合在马里奥体能特别好的时候 可能对他来说或许会有一些困难 对 荣柱加油 荣柱加油 又是一个顶膝 连续的顶膝 对 顶对手这个大腿外侧 加油 荣柱加油 还是顶住对手 而马里奥这边一上来 估计是没有做打满五回合的打算 一上来就像猛攻 没错 从他的进攻和对体能的复出上看 的确是 想要尽快去终结比赛 好的 绕出来 小心对手的后手 看就是这个 对 就是这一拳 低头防守做得很好 是的 对 就是这个 马里奥很简单 就是左右 前次试探 然后抡自己的后手 前次试探完之后 马上后手就跟上了 但这个击打效果是很猛 对 所以简单粗暴行 对 这一拳 对 看 容主啊利用大幅度的移动 来跟对手周旋 嗯 尽可能先消耗一下对手 这不是一口气能够吃掉的对手 对 而且马里奥真的是一块硬骨头啊 从之前他在武林龙中队的比赛当中 我们就能够感觉到 让他在另外一拳 关键 让他先出现 恭喜 我 唐 我 咱俩 对 我 在这个位置应该尝试看能不能把对手给推开 这个顶锡是顶到了裆部 没错 这是一个无意识的激动动作 在比赛过程当中 马里奥低着头给顶锡 确实是有看到部位 但是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 龙主这边最多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 裁判Steve也是警告了马里奥 不能再有第二回了 来 这边后手差点把他给打倒 没错 估计马里奥有点戳不及防这一项 对 龙主刚才这个后手很隐蔽 对 一个小超人拳 低扫 好的游走之后的这个迎击 没错 再来低扫 漂亮 这几拳打得很准 这是慢慢的去消耗对手 没错 打得很聪明 小心对手连续的猛攻 马里奥的拳虽然很硬 但是对于拳法的进攻上我们说套路会比较单一一些 就是前次给后手前次给后手 一定要小心他的后手伦摆 真的是势大力尘 龙主要慢慢打不要太着急 没错 自己控制好自己的节套 好高扫 这边 这两条级延续的击打吗 刚才那个高扫很漂亮 旁边要走 帮你10秒钟 刚才第一回合差点把对手给直接终结 没错 没错 你看一上来 龙主的这个游走的技术是打出了不错的这个效果 是的 在这一回合当中 行章结束的时候 这一个高扫 可惜最后连续的补刀呢 因为忌惮于对手的这个地面 没有敢一下子扑上去 没错 所以对他来讲 还是要控制好节奏 一定要打得稳健一点和小心一点 对 其实在这一回合当中 激当之后 回来之后的比赛 一个后手的 类似于昌仁玄的动作 也是把对手给打了一个猎切 所以如此看来 虽然在 好的 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马里奥从刚才那个被击倒的那一下 应该恢复过来了 没错 还是这样连续前次试探接后手 嗯 龙主啊还是要多晃一晃 对 自己的步伐上一定要更灵动一些 对 不要太着急 对 可以多踢一下对手的这个低扫 其实对于两个人来说 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因为这个五回合的比赛 现在才是第二回合而已 对 对 作为 龙主来讲 如何去消耗马里奥对他来说 可能是 马里奥要摔 继续做防摔 漂亮 如果是抓脚踝 这边 拉倒了 脚踝啊这个拉出来了 要小心这时候继续装手腕 没错 这边要把自己这个腿啊继续站起来 对 否则就说往外一拉 又倒了 对 你看就是这样 好的 单手撑地起身 漂亮 这次的防摔是做得很好 没错 竟然是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 嗯 而马里奥比较强悍的是他在地面的压制能力 连续的这个袭击啊 也是很有威胁 但是作为龙主来讲 防摔如果做得好 不让马里奥把自己带入到地面啊 嗯 这次的袭击也是吃了不少亏啊 没错 要赶紧要想办法把自己从这个位置出来 出来 嗯 看看能不能把对手推开单纯的抢对手的腋下 被对手顶在这儿 马里奥先包单腿 然后继续给压住 没错 又是一个顶膝 又是一个 这边继续要摔 嗯 对 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这个精神的注意啊 没错 嗯 不要太着急 也不要太过于分心 继续集中防住对手这个爆摔 对的 因为一旦被摔倒的话可能很难起身呢 对 因为马里奥的压制能力啊 在武力龙中队的拳台上我们都有目共睹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被他载入到地面 马里奥用了大量的体能想要去摔 嗯 所以现在对他来说身体的这个体能也在不停的消耗 对 因为肌肉维度太好了 所以耗氧量很大 所以体能下得也很快 要摔倒 马里奥要小心 对 起身不要着急 对 小心对手的袭击 袭击 在这个位置打对手的内部 想要在龙往边控制住绒组之后再做一些动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双方还是在一个角力的过程 没错 第二回合应该是马里奥消耗了大量的体能 想要去把对手给压住和摔倒 好 好 又一个顶线 撞又一个 小心了 要出来 对 想办法出来 再一次往下压 我们组这场比赛打的也是不容易 对 很辛苦 因为作为马里奥来讲 他肯定是不希望能够打五回合的 继续往下压 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摔倒 没错 对 把对手提起来 来一个一下 马里奥在压之位呢 也是想尽办法去进攻 来保持这个双方的位置 没错 还是要往前顶 顶住对手 在这个位置呢 是往前压的这个选手啊 消耗的体能更大 更大一些 但是不知道 那个马里奥能够坚持多久啊 这样连续的进攻 是的 第二回合 两个人 大半时间 基本上都在这个位置度过了 好 又是一个顶线 好 果然 格雷格不能忍了 把双方分开 双方前手在触碰 在测量进攻的距离 要把距离控制好 对 对 荣主还是要冷静一点 稳扎稳打 对 带来低扫 对 高扫 高扫 继续游走 是的 地西 地西 又把荣主顶在龙往边 对 出 好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我个人觉得第二回合 马里奥现在已经开始有一点惧怕 跟荣主来打战力了 但是他顶到龙边的这个效果呢 也还是不错的 没错 那如果在战力过程当中自己有劣势的话 那不如一直去顶住对手 对 那么控制住整个比赛的节奏 起码在场面上还可以拿到一定的优势 是的 而且看起来他体能呢 还是相当的不错 没错 没有太多的这个喘息的情况 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 好的 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半程比赛 一上来看 马里奥好像在体能上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马里奥还是往前压 要真去压到这个龙边的位置 第一倒 漂亮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的确榮主今天的扫踢 让马里奥有点头疼 有后手 现在马里奥这个后手的距离啊 被榮主已经慢慢找到 对 对 所以不太容易打到 嗯 还是要往前前摆去进攻 龙主 别公主的挑衅对手啊 自己还要保持注意力 要自己要进攻 没错 而且 一定要做好防守啊 嗯 马里奥的拳 不中便罢 一旦中了 就势大力尘 要摔 对 而且马里奥现在出拳的 力度一点都不弱 又是继续顶住龙主 这边换 抱单腿 对 这样想要把龙主拉倒 应该不是太容易 好 环境撤出来 好的 后手隐居 对 好 打倒 再推 对 马里奥也真是够能癌啊 这抗击打能力 马里奥在比赛当中是保持了非常强悍的这个进攻的压迫性 没错 龙主 后手 有命中 有一个 好的 对手怀疑颜色 再来一个 对 马里奥这会儿有点不冷静了 马里奥是希望双方能够对拼的 没错 他在对拼的力量上还是有优势的 是的 龙主啊一定要冷静 不要跟对手去血拼 对 而马里奥是非常希望两个人能够进入到互拼和互论的状态当中的 所以上来比赛从一开始到现在打的也都非常的硬 就是一个前手 龙主一定要做好防守 这个手啊千万不能掉下来 好 这一手袭击 我连续两个 再来一个 在这下袭击之后啊终于是被对手给抱倒了 没错 我看来容主问题不大 当然现在小心不要被对手压平了 是的 对手现在抱着他的腰 他想双手撑地起身啊比较难 嗯 这个顺势可以把它举起来然后慢慢的给抱倒 对 对 这样这样用这些头摁容主的脑袋 对 压倒了 对把容主生生式给顶下来了 对 好 那在这个位置马里奥还是比较喜欢的 是这样用自己整个身体重量的压制 就是他在比赛当中非常惯用的手段 嗯 而且他本身是地面上更有优势 没错 优势在压制上 哎 双手撑地看看能不能起身 能不能起身 对 身体的重心还在对手的操纵当中 嗯 要起身了 直接这一边 退对手的膝盖推不出来 对推不出来了已经 已经到集成位了 对 小心 小心不可以抓龙王 这边踩着龙王看能不能蹬出去 对 但是这个位置应该比较难 哦 一旦被马里奥这样的选手压在齐乘位 好 能推开了 这边看看能不能跪起身 好的 有机会 有机会 好的 起身了漂亮 对 这个位置 断头应该是不太好拿 把位还没拿到 没拿到 但是要小心对手这个位置的袭击 没错 对手也想用这个位置把容主给绊倒 嗯 这个位置有 可以做蟒蛇脚 所以不要着急 一定要好好防守 对 还在往外拉 容主手撑地 但是被对手给拉了回来 拉入到地面 十秒钟 做好防守 应该扛过这局 地不太 没了 给一个打击 好 好 好 双方第三回合比赛结束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在这回合 马里奥依然保持了很充沛的体能 对 关键他现在走回边角的时候都不怎么喘 没错 这是非常可怕的这个身体素质和体能 在这场比赛当中 因为在晋升缠斗当中没有办法摆脱对手 所以始终是被动去做防守的这样一个情况 对容主来说 三个回合打下来确实还是比较让人担心的 没错 非常的辛苦 稍时休息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四回合的比赛 你准备吗 准备 好的 双方第四回合的比赛 准备看看容主 能不能 闯攻 没错 不要被对手老压到龙边的位置 特别在战力当中 一定要再游走一下 对 其实更多的是不要老被对手顶住 老是顶在龙往边 然后慢慢的消耗自己 第四个回合 容主现在节奏跟着对手在走 一定要游走出来 自己的前手和后手的组合一定要多打一打 但是对于容主来讲 更大的问题是 就是在自己拳法的进攻上一定要提高准确性 前手的摆拳加上钩 就是在干净的 人生的经历 主要是在前手 上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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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不行 对手的这个暴摔的力量和连续性 让容组现在体能是有些跟不上 没错 一旦这样进入到地面被对手压制的话 那将会非常的被动 直接侧压了 这边想要踩龙王把身体终于搬过来 但是对手就侧压压得很死 光这个位置的话是不行的 是的 还是在这个位置 马里奥还是在找位置杂鸡 如果压在下位的话 对于容组来说比赛就比较艰难了 没错 想要上其车位 其人也会有大幅的下降 没错 这和被对手压在龙边是完全不一样 要推膝盖 马上要到其车 其实被对手顶在龙边的话 还可以算是半省力的顶住对手 但是如果被压制住的话 那就是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那这边在找这个打死角的机会 看从容组的夜窝撑下来 然后夜窝穿过去 锁在脖子另外一边 那这个位置呢 容组是把头贴在地上 来给自己创造一个呼吸的空间 好的 起身了 好 小心点拿背 好的 这边要做防摔 是的 但是对手还是像蛮牛一样一直在往里顶 马里奥很执着 但是对手 非常坚苦的比赛 但是对 到现在 让我们惊叹的是也真有顶的这个力气 真的是不容易 对手 格雷格还在看 如果持续这样顶住的话 可能要叫停比赛 是的 让双方回到站立了 是的 第二次提醒 两个人还是在龙往边角力 这样的 这个位置想要做断头台是比较难的 对 比较困难 对手 可能控制不了对手这么大个身躯 主动爆摔 好的 龙主直接爆摔 是的 估计马里奥自己都没有想到 没错 对手居然会爆摔他 对 而且是 这么突然的一个主动爆双腿 但确实也压不住 而且现在龙主把对手顶在龙往边 你就要勾腿往外 有可能再摔倒 马里奥靠着龙往 保持好自己的重心 这个断头台把位要小心 没错 要小心 对手很深 这个把位拿得很深 对手的这个 手臂的粗壮程度 对 很可怕 这个锁得挺死 龙主要小心 还有10秒钟 10秒钟 坚持一下 能不能扛过去 这边跟对手 跟裁判主席的大拇指 表示我没事 对 还好 还好 格雷格还在看 我的天 这一回合最后的10秒钟 真的是让人 太心惊胆寒了 要不是背后龙往 没有给到马里奥无谓支付 对 这个断头台一开始 还是很深的 没错 而且拿住之后 马里奥马上上升进地面 所以说动作也是反应 非常的迅捷 可以说是身后的龙往 救了龙主一命 对 但是反摔马里奥内向 估计马里奥也没想到 但是我觉得第四回合 依旧是马里奥这边 控制的比赛的局势 对 那双方前面四个回合 也是拼出了全力 看一下第五回合 究竟怎么样 好的 你准备了吗 准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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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了 准备了 这一场苦战呢 双方打到第五回合了 是 这是我们都没有料到的事情 对 第五回合看看 容主能不能在战力当中 有所剑术 没错 一定要推开龙往边 占据八角龙的中心 千万不要让对手给压死 我们看场边 恩波老师也是已经站了起来 也是为自己的选手着急 没错 这边要爆摔 这个防摔做得不错 做断头台不容易 赶紧要撤出来 对 拿背 这边一条腿勾勾进去了 对 但是身后勇往紧挨着 没有空间 小心对手逃出来 这边想要拿背并不容易 这边倒不如多做几下击打 来分散一下对手注意力 看能不能打出空间来 好 赶快过腿 对 就像这样 漂亮 漂亮 龙主这边终于是在压制上面稍微占据了一些上风 没错 这边看看你有没有袭击的机会 因为身体中心脏的比较低所以起锡不太可能 对 还是想要把对手给扳倒 对手要反抱单腿 对 转身又过来顶住龙主了 还是要去找脚踝 龙主要去抢一下 对这边可以击打 对 所有时候抢 其实可以抢一下把对手往上拉一拉 对 又是鼎西 马里奥的确是一旦到这样在龙往边把对手顶住之后 也不闲着 对 两分钟 三分钟 对 鼎西已经上来了 对于马里奥来讲现在没有太好的进攻方式 对 出来了出来了 没有想到马里奥是打了几局的控制 是 这个真的是没有量的 好 鼎西 这一下很重 对 顶在胸口 嗯 现在马里奥想要摔不容易了 双方枪的号灯很大 没错 这边有撤出来的机会 龙主要往自己的右侧绕一下 对 看能不能绕出来 还是被对手这边抱着双腿 对 不要让对手的手合住 一定要把自己的腿岔开 对 如果一合住能搭一个扣 时间往外一拉 没准就进地面了 现在把对手的头往下摁 嗯 压住对手 马里奥这边 又是抱单腿 对 龙主在这个位置缺少一些击打 对 好 果然 格雷格不能忍了 双方估计又要拼了全无 后手向接 还在对拼 哇 突然现出了对拼的状态 我的天 好的 马里奥被打退了 马里奥有点危险 哇 连续的轮拳 是的 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 没错 双方命中率都不是很好 嗯 顶息 顶息 哇 容主 还在对手往前顶 但双方都像不倒温一样 好的 摔倒 对 这边有击打的机会 小心了 连续的击打 马里奥消耗很大 没错 但是现在击打已经没有太大的力度了 所以马里奥这边 这边小心不要从对手背上摔下来 对 所以马里奥这边没有太大的问题 刚才的确是我们看到马里奥已经有一点晃了 对 这边有罗角的机会 我们看 但是腿没有勾住 但这个也是很紧 我们拍了拍了拍了 哇 我的天 这是个反白为赛 简直不该想象啊 哇 真是太厉害了 我们看容主啊 最后靠的就是他那个拼拳 把对手的体能最后给拼没了 没错 让马里奥进入到了一个身体的 特别疲劳的疲劳期 基本上手已经快打不起来了 是的 最终是容主 通过自己的坚持和对手不停的消耗 对 拿下了这场比赛的顺利 在最后的时间进入到地面之后 一个意外的进地面之后 而且是自己主动的进地面 拿到了一个罗角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对 所以说啊 在最后的这个时间里边 这个罗角真的是太及时了 否则的话 估计打分啊 应该容主是赢不下这场比赛的 没错 在这也要恭喜一下 来自中国藏族的小炎罗 来自N波格斗的容主 拿下了这条轻量级的金腰带 恭喜 比赛真的太精彩了 再次响起我们的大喊声好吗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五局 三分四十九秒时 红方裸脚相扶对手 比赛结果 红方上 小鹿 是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这是一场赢量级的金腰带的卫冕战 OK, gentlemen, we've been through the rules you need to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and obey my commands at all times let's have a good clean fight touch gloves if you want back to your corner Ju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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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Fight 大家好 大家好,这里是古林龙中队的比赛现场 我们在河南广播电视台邦海莫厅 为您带来本场的年终总决赛金腰带之夜 我是评论员宇晨 在我身边的是特约评论员郑文奇老师 欢迎 大家好,蓝色拳套的是马侯斌 红色拳套的是阿里耶夫 两方已经是打过一次了 当时马侯斌是没能取胜 两个人的二番战 而这场比赛也尤为重要 这是一场马侯斌 也就是蓝方选手来挑战金腰带的一场比赛 作为阿里耶夫来讲 之前也是跟苏木达尔基的一战 艰难地拿到了这条金腰带 想必他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拱手让人 阿里耶夫是非常全面的一个选手 没错 战力和地面都非常的出色 是 马侯斌是摔跤手出身 但最近已经看出来他在战力当中 比之前打得更加的沉稳了 是的 阿里耶夫这边之前来到武林龙中队的时候 就是头顶光环来的 之前是Fight Night的希望之星 那在武林龙中队的比赛当中 的确战绩相当的不俗啊 至今还未尝败绩 我们都说 这位一进到地面当中也是很难缠的一位 但是今天两个人一上来 还都没有要进地面的意思 而这场比赛马侯斌也明显的更加小心了一些 反身腿 刚才想做一个转身动作 但是没有做出来 对 这场比赛一上来都比较的谨慎 这是一场冠军赛 也是会有五个回合 有个打满的话 相当可怕的一场比赛啊 我相信两个人应该都做足了五回合的准备 其实这两位运动员在拳台下啊 都是那种马侯斌戴个眼镜 我们给他的绰号是萌兽啊 而阿列夫这边台下看着也是那种有点半迷蹬的选手 但是两个人一到拳台上 进攻却相当的凌厉 马侯斌的话 他在战力当中 确实进步了很多 没错 而且感觉他的块头比之前 又撞了一些啊 嗯 肌肉维度也好了 实际上 嗯 好 目前没有任何要进地面的意思 没错 其实两位在地面啊 都是高手啊 哦 这一盔很重 哦 前刺 对手的这个战力要更巧妙 哦 果然 要报 阿列夫这边要反报 这个断头台看看会不会有 能不能挂住 阿列夫把身体直起来 是的 来做防守 嗯 下裁判失忆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但是现在从我们这看 其实手已经穿下去了 从我们这个角度看的话 这个断头台手的把位 犹豫 有点浅 没错 看 从我们这个角度出来了 对 出来了 看来是锁在了下巴上 对 还是要再往里边再深一点 阿列夫也非常的聪明啊 第一时间先把自己的身体给直起来 尽量 对 然后往下顶下巴 但是 刚才是马浩宾主动选择去爆摔 没错 但是对手防个正着啊 嗯 但是对于阿列夫来讲 这一下也够惊险了 放开手 放开手 好 两个人要进入到地面了 这其实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画面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 一旦进入到地面之后啊 阿列夫在地面的控制能力的确很强 对 但是那是三回合 那今天的比赛是五个回合 看起来马浩宾还没有能起来的这个意思 没错 对 对 现在 起在胯上 对 那这个位置对他来讲比较尴尬 嗯 那这个位置是反而更加不利 没错 估计马浩宾在比赛当中也很少会被压在下位 嗯 一般就是他摔别人 没错 10年11年和14年的全国自由式摔跤的冠军啊 嗯 在摔法上的确有过人之处 但是今天 第一回合一上来进入到地面之后的这个局面对他来说很不利 就是彩龙王想要创造空间 是 在手压的狠死 对 踩盘一直提醒两人要有进攻动作 嗯 10秒钟第一回合就要结束 马上第一回合就要结束了 好的 好的 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那这回合其实双方应该算是互有进攻 但是进入到地面之后啊 还是阿里耶夫相对来讲 控制住了比赛的节奏和局面 还是压制住了马浩宾 而且压得还很死 是 而且在战力当中呢 马浩宾虽然打得不紧不慢 但是没有找到太多的机会 没错 反正是对手有几次不错的对于驱干的这个击打 嗯 到了地面当中呢 马浩宾是不得已而为之去拿来过段多台 但是没有成功 是的 所以第一回合感觉还是阿里耶夫更占优 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 你准备吗 准备吗 准备 准备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那这回合 不知道马浩宾会不会有什么新的 应对的战术啊 尤其是在进入到地面之后 嗯 其实阿里耶夫也很贼啊 在第一回合进入到地面之后 压得非常靠上 导致马浩宾在那个位置非常的尴尬 就是想往上挂腿吧也挂不上 然后想要去塞腿 弹开对手也没有空间 是 而阿里耶夫又恰恰是那种一进地面 能生生磨死你的那种选手 嗯 阿里耶夫比赛中早表现得不错 嗯 一直有命中 毛病的拳法还差一些精准性 没错 加油 而且有效的击打并不是很多 是的 多半被阿里耶夫挡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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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这样就是你 加油 加油 向前顶一步之后 尤其是在战力的时候 你晋升之后的第一拳和第二拳 但是第三拳和第四拳如何去衔接 对于马浩宾来说 现在要再想想清楚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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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耶夫现在依旧是把空间压得很死 没错 自己往后撤的这一步也很快 嗯 好的 一直是用这些拳和腿来控制距离 是的 爆了 我们看阿里耶夫这边防摔 快 漂亮 两个人反应都非常快啊 阿里耶夫在防摔上面做了非常大的功夫 是的 成功第一次较量的时候呢也是有被马浩宾 嗯 连续的爆摔 是的 但是现在看得出来为了跟马浩宾的这次对阵呢 他在战力当中 在防摔当中做了很大的功夫 没错 尤其是在防摔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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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对于马浩宾来讲 想要主动去摔阿里耶夫的话 在摔法上肯定是没有太大问题 所以 阿里耶夫也是做好了防摔的准备 又是一个低扫 好 好 顶西 双方连续想要拼拳 那马浩宾的命中率啊 对 都没有打到 不能低头啊 低扫给前次 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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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主要是走 看主要是走 两个人真的是啊 都属于进攻全面性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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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k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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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又回到了比赛第一回合的雷下 阿里耶夫在踢龙王给自己创造空间 很聪明 这边还要掰马后宾的手 是的 但这个位置马后宾继续挺快 是的 往上点 现在看上去这个有点松了 对 在这个到胸胎之后 但依旧是非常适合 你看因为现在身体的角度斜了 没错 如果对手头是直着朝下的话 就好了 还点好了 果然松了 不要浪费太多的手臂的力量 对于马后宾来说 刚刚的这一轮断头台夹得这么死 的确会消耗很大的体能 确实刚才站立断头台实际上夹得还挺紧的 是的 但是没想到就是近地面之后对手放得很好 没错 放到了很多的空间 好的 双方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这回合我个人觉得阿里耶夫尤其是在防断头台的 这一连串的动作做得简直如教科术一般 而且非常的聪明 很会利用身后的龙网 就是被拿到这个断头台之后 马上利用龙网把自己整个身体给蹬起来 给自己的上肢创造了一个很大的空间 确实在这个两回合形势如出一辙 战力当中马和兵找不到机会之后 两次去爆摔之后又是做断头台 可惜啊都是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 没错 12日休息 我们一起来期待下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 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 因为这是一场金腰带的未免战 所以双方要比论上讲打五个回合 每个回合是五分钟 所以一般的比赛可能也是决胜局了 但是对于目前擂台上的两位选手来讲 还有两个回合 所以对他们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啊 对几次这个扫踢应该对马后兵有比较大的影响 是的 又是一个中扫 阿里夫今天的前腿扫踢啊找位置找得非常好 而且很准 对 那边阿里夫用这些腿勾来做防摔做得很好 嗯 哦 这个后手的迎击 阿里夫换架了 没错 那是一个反架 带子换了回来 所以对于马后兵来讲 在这一边 阿里夫这一边要做爆摔 马后兵被单腿摔倒 这个断头台啊应该是没有了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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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办法赶紧起身 但还是压制住 其实进入到了阿里夫所熟悉的 或者说喜欢的把位当中 看看马后兵啊地面起身的能力怎么样 嗯 第一回合被对手压住之后他是没有能起身 没错 先起来 而身边的教练团队啊也在大声的喊 想办法起来 哎 这边 阿里夫要在地面起身的这个 技术细节上 掌握得还不够 但是 阿里夫觉得两人在地面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进攻 没错 重新起身打 因为我们规则所致啊是鼓励进攻的 所以如果在地面缠头过程当中没有太多进攻 是会被裁判叫起 你给他头 你给他头 马兵几次这个抱摔应该是消耗了一些体能 是 而阿里夫到现在为止才有刚刚那一次主动要去抱摔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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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两个人抱摔的方式很像 都是抱单腿 加油 加油 但是在防摔上 刚才马后兵的这次防摔做的的确不如阿里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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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兵这边就打得有点紧 因为一直在自己站立的方面 没错 并不是属于自己的强项 嗯 好这次阿里夫主动选择去缠斗 没错 把对手顶在轮后边 连续两个 哦 顶熙这次顶在对手的夜窝下面 顶熙 好的 这个顶熙威力还不错 嗯 可惜啊没有办法完成持续的进攻 没错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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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夫在站立防守上的反应还是非常的快 又一个顶熙在后手 还是很全面 嗯 在龙边技术上面的话也能够站之一车 一定的胜仇 没错 所以啊对于马豪宾来说比赛挺难打的 尤其是已经打到了第三个回合了 在体能有一定消耗的情况下 嗯 而自己擅长的爆摔或者说近地面 又没有在前两回合成为优势 是 所以 如何完成自己 接下来比赛的战术安排 对于马豪宾本人和他的教练团队来讲 都是不想的考验 主动选择爆摔 是的 又是一个断头 又拿到断头 哦 这个位置很紧 主动选择倒地 没错 把这个体位让给了马豪宾 是 当时那次确实战力当中压得很紧 是的 直接骑趁位但是没有骑好 对 转出来了 转回来 这个位置是马豪宾最擅长的摔掉手的位置 是的 现在阿里耶夫要反摔 嗯 现在看到第三回合 被主动去拿爆摔那一次 没错 阿里耶夫还消耗了挺大的体能 是 看这次就压不住了 小心不可以打后脑 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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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侧面的位置是可以的 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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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摔 是吧 阿里耶夫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摔掉手 也是几次去拿对手 终于是又把马豪宾给摔倒了 嗯 两个人刚才这一连串的地面缠斗啊 真是让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看得非常的过瘾 那在比赛的这个经验和技术 对 阿里耶夫明显要势力的多 嗯 对 其实尤其是刚才被拿断头把位 然后 转身主动进地面那一下 我觉得真的是一高人胆大 一般的运动员可能真的不敢去做这样的动作 那这是一场消耗战啊 没错 到了第三回合结束 双方体能都消耗很大 但是比赛还有两个回合 对于双方来讲都是莫大的考验 在短暂的局间休息之后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第四回合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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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双方三回合非常激烈的竞争之后啊 嗯 谁能在后面两个回合保持一个更好的状态 不过从眼神来看双方依然都非常的坚定 又是中嫂 今天阿里耶夫前腿的中嫂啊 给自己带来了不少的分数 好像满刀我一直撕着 好冰继续慢慢往前压 没错 就是在这个步伐移动上面 这时候比他好冰都更好 哇 好了 这是最加压力 好好的 可以替打多接合接合 我们看阿里耶夫一直在绕 对一直在往自己的右侧 虽然说我们武林龙中队的这个拳台没有绝对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死角 但是一旦被对手压到龙网边也不会是什么太好的事情 好的 这个钟嫂很重 对 对手抱腿 阿联夫直接接腿要摔 现在是比较难了 因为拿了这个腿比较低的位置 对手顶在龙网边 老兵主动选择去缠斗 是的 压住对手 这个位置可以给一个顶膝 一个抢了对手一个夜象 这边龙边小鸡打 对手还一个顶膝 还有一个 作为马后宾来讲 在这个位置不能时时停顺着 夏浅抱腿摔倒 这边腿泡过去一个 如果两下腿勾住的话会有更好的效果 现在阿联夫这边要反摔 漂亮 因为刚才马后宾没有完全压住 是的 这边抢一下再次绕出来 两个人在龙边 不可以抢龙网 给个顶膝 到了第四回合 感觉阿联夫的这个体能和力量 现在讲得非常厉害 对 小心马后宾 在顶对手的同时 千万不要抓龙网 而且刚才 克雷格已经给了两次 这边就说要定锡 差一点 好的回到战力出来 阿联夫现在在战力上 反而是击攻输出少了 对 他反应明显比之前要慢 没错 前两个回合是做得非常好 这一个绑摔做得很好 想绕过去做拿背 小心 但是掉下来了 漂亮 好 压住对手 这边看马后宾有没有智慧 把自己的头给提起来 提起来对 好 阿联夫现在是死死的孤住了马后宾的进步 好 松开了 压住 看能不能找出来机会击打好的 踢鼓 也是打肚子 很重啊这一拳 小心不可以打后脑 对 马后宾现在也是 基本上把整个上肢的重量都压在了阿联夫的身上 阿联夫现在是 防守方面 做得还可以 但是进攻上已经是有些乏力了 没错 基本上进攻输出的效率已经减半了 我们看到阿联夫还是用自己更好的技术去跟队手来周旋 没错 他更清楚比赛当中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技术进到哪个位置 来帮助自己保有一些优势 是的 因为毕竟现在是一次回合 对手要包摔了 对手要包摔了 放腿 举起来成功 如出一辙 刚才在罗宾边 马豪宾也用了相同的技术动作 把阿联夫带到地面 稍微喘一口气 但是要有进攻 不然的话裁判会把两个人都叫起 这边马豪宾 打两下 阿联夫也没有能力把马豪宾给拖出来 拉到地面 现在只能压住 往后拉着一下我估计阿联夫也拉不动了 对 对 这个位置做断头台很难的 因为背后没有空间了 没错 现在实际上可以起先 对 刚才能提起来 对 这些腿给空出来 对 握手是应该抱着马豪宾的胯 是 可以让马豪宾屁股很难出来 对 对阿联夫来讲 现在只能这样去控制马豪宾 因为想把他拉出来带入到地面 应该体力上已经不允许了 观众对他很坚持 对 最后十秒钟第四回合就要结束 这两人来说都是要坚持 是的 果然还是好坚挺 好的 双方第四回合比赛结束 这回合我个人觉得马豪宾 从之前两个回合在地面上的劣势 反而变成了一点点的优势了 对 但是这个优势建立的还不够 因为 没错 前面三个回合感觉 他没有太大的一个优势在 所以说到了第四回合 光取得一两回合的优势的话 在判分上不足以去帮助他赢下整场比赛 没错 这毕竟是一场五回合的比赛 短暂的绝肩休息之后 我们一起来期待双方最后一个回合的对决 对决 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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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双方第五回合的比赛 对于双方来讲都非常的辛苦 达到了第五回合 你看 阿利耶夫的防帅做得太好了 没错 还能反摔 马后兵要起身 不要被对手压倒 对 阿利耶夫这个 摔跤的能力比我们之前见到他 是要更强了 是的 这边 脚勾过去 毕竟是一个桑伯系的选手 是 非常的全面 尤其是刚才防摔抽腿的那一下是真快 在这个欧兰斯呢 有很多练摔跤和桑博的选手 没错 而且会有大批的陪练 所以对于阿里耶夫来说 他的摔跤进步这么多 也不是找不到原因的 对于马浩宾来讲 这一回合 千万不能跟阿里耶夫这样打下去 因为这是阿里耶夫在 自己掠实的时候惯用的手法 就是压制对手 在期间找空缸去打击 对于选手来说 这个有很好的陪练 所以这个教练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这很努力的 马浩宾去推对手 但是阿里耶夫 你看死死地抱着马浩宾的胯 胯 没错 这个屁股出不来呢 他就想要出不来 出不来的话这个黄 想要起身就很难 对想要站起来 再推对手的脱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好 又被拉倒了 对 这个位置 其实阿里耶夫用的非常好 用自己的肩去顶马浩宾的腹部 手在胯部 但凡马浩宾想要用手撑地起身的时候 那因为两条腿目前又被锁住 所以这样是比较困难的 这样去摆住对手呢 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 没错 因为在目前 他现在一直死死地抱住的时候 就看裁判 希望能把这两人 没错分开 马浩宾现在对于规则的解读 和规则的理解也是又上了一个台阶 但是这没有办法帮他取得比赛的优势 没错 那除非 再回到这个战力当中 对 在战力起身之后 接下来的进攻能有更多的有效进攻 又是一个中扫 看现在阿里耶夫就不停地在游走 没错 所以节奏的控制上 阿里耶夫从第四回合开始明显缓了下来 但是他的这种节奏控制没有让自己身陷劣势 这是非常重要的 阿里耶夫这边双方 撞住 一个袭击 又一个连续袭击 拼得很猛 没错 再包单腿 这次 甲心对手往上扫腿 没错 斯斯的抱住马后宾 不想让对手有进攻 我们一旦在被压制位 马后宾如果能够起身抽出来击打空间的话 那么对阿里耶夫来说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对马后宾还是想要抽出来空间 但是在这个位置还是可以找内部打一打 对 马后宾还是想要抽出来空间 马后宾还是想要抽出来空间 对 因为处于压制位的时候一定要有进攻的动作 不然会对裁判叫起 看阿里耶夫踩着对手的胯 现在回到分闭防守当中的 马后宾现在一直投啊都起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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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一次在地面压制上呢 马后宾尼尽管没有太多的进攻 但一直是在压制 对 牢牢地控制住了整个比赛的场面 马后宾需要把身体举起来 是的 做一些更加有效的击打 腾出击打空间来 对手 想要往上挂腿 现在阿里耶夫在往 继续蹬跨 往下斩 连续砸击 对对阿里耶夫来讲 这回合一进地面有些被动了 他只能紧紧的去孤注马后宾的进步 不给他这样的击打空间 好的 绕一拳 再打肚子打头 还要蹬腿 但是蹬不出去 马后宾全力压住了对手 对 马后宾现在向前顶的这个力啊 相当的大 而且很坚决 10秒钟 连续的砸击 连续打连续砸击了 好的 好 好的 双方啊都是拼尽了全力 没错 双方真的是 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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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可以说一个拿下了比赛前半段 一个拿下了比赛的后半段 没错 而且我们都没有想到的比赛 双方真的是表现得很棒 在比赛第五回合的时候 双方居然还能有这样的进攻输出啊 真的是非常的难得 我感觉双方都是认为自己赢下了比赛 但是最终比赛的胜负啊 还是要留给裁判来决定 是的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本场比赛的最终结果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员47比48 二号裁判员48比47 比赛结果 三号裁判员48比47 比赛结果 红射 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是一场雨量级的排位赛的比赛 我们在河南广部电视台 八号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河南广部电视台 八号有什么问题 sau 就非常担心 我想让你们们进行 请问 внимание 几个亚裁判员48人 帝雷拉的臂展是196公分 职业接腿到地面 邀请对手进地面 对 毕竟柔树系出身 但是Steve并没有让他这样做 除非腾尼格愿意主动的被他带入 不然的话还是要被叫起的 后手一直在找这个机会 但是被对手前手给挡回去了 没错 Dista漂亮 高扫 要是一个后手 回一个D扫 真漂亮 真是高 好的 再来D扫 扫的时候前腿 对 两个人过了一上来的那一小阵猛劲之后 现在都打得越大细腻 后手 对 应该继续进攻 没错 刚才有一点晃了 飞机 这边下意识的要去爆摔来摆脱这个局面 没错 对 现在可以砸 对 对 这张柔树系的选手爆摔的能力并不一定好 没错 可能是进到地面以后 对 是他的强项 没错 但是怎么进地面呢 可能他需要再被一分资量 比较麻烦 是的 这已经是第四次试图将特朗尔的一个激动 根据我们的规则应该是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来调整和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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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双方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因为两个人的短裤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来区分 红蓝双方运动员的时候 除了两个人的长相 还有标志性的大胡子之外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的手上所带的全套的红蓝颜色 和万部所缠的红色和蓝色的不同颜色的胶带 一个低扫 从低扫的效果来看呢 谭尼格的比对手的威力更大 没错 散打戏出身啊 出的比较少 对 这个后手都是那种大轮板 没错 但这种从上往下轮的轮板 如果你身体不压进去的话可能轮不到 是的 就在高空就这样飘过了 对 而且对手的臂展比他要长很多 所以之前打了有三个后手了 应该都是因为距离问题没有打到 反而挨到了对手的前手 所以如果想要拿出自己的后手 或者打出后手拳的威力的话 还是要想办法在战力的时候进一进对手的内围 对手 好的 又是对手 又是替荡 所以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 还是佩雷拉这边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 好的 双方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佩雷拉这边应该是问题不大 好的 前摩 前手 佩雷拉对自己左右拳 这么长的臂展啊 他用的并不多 没错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刚才的那个正灯 对 我们看佩雷拉 现在很少打拳 是因为他前腿估计站不住了 没错 前腿大腿外侧 这个应该是已经肿了 被对手踢得很难站立 马上这回合比赛就要结束了 又一个正当 好的 双方本回合的比赛结束 这回合您怎么看贼老师 这回合的话 我觉得在战力当中 腾力格基本是控制住了敌面 因为双方基本没有怎么进到地面 没错 然后我们看到佩雷拉这边 一开始臂展上的和腿肠上的优势还是在 但是打到后面之后 他就显得很难在战力当中和腾力格进行对抗 没错 在双方短暂的休息之后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下一回合的比赛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 低扫 好 目前 对 刚才这前手压得很里边 是的 可惜这个损度还差点点 嗯 而佩雷拉这边的拳其实也蛮硬的 对 佩雷拉后手 这边打晕了 打晕了 打晕了 刚才那后手应该是打到了这个耳朵的位置 连续的地面打击 裁判叫停了比赛 是的 自己在找这个后手的这个位置 没错 终于是找到了 感觉佩雷拉还是受到了他这个前腿移动的影响 对 虽然是以挨了对手一拳为代价 但是这个代价换来的结果是非常值得的 对 对 那一圈打过去呢 你看到他明显是人 保持不了平衡 没错 应该是打到自己这个耳朵的位置 把他这个耳朵管里边的那个平衡给打破了 是的 在这也要恭喜一下 本场比赛的红方选手来自中国的蒙古族小伙儿滕密格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本场比赛进行至第二局35秒时 红方TKO对手 比赛结果 红方胜